大家好,我是李杨,一个爱玩游戏的原画师 今天中秋节,祝各位中秋快乐,合家团圆 今天做一个今年盛夏时间里面最值得期待的一款JRPG游戏 暗域幻想,ReFantasia的前瞻影片 不知道各位对这个款游戏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暗域幻想是Altas的最新JRPG游戏 本作将于2024年10月11日在Xbox,Windows,PS5,PS4,Steam平台发售 这是一款集结了超强美术大神和音乐大神打造的幻想类题材游戏 他们包括制作女神一文录系列的角色设计辅导成绩 音乐作曲,暮黑降丝 尼尔鸡血巨人的概念设计,信田和魔 还有EVA的鸡舍三下育人 可以说在世界观美术设定方面 可以说是拉满了日系等级了 我喜欢玩JRPG最大的一点就是游戏的美术和音乐 从以前起JRPG就以各种不同的风格的美术打动着我 有鸟杀鸣风格的勇者斗鹅龙啦 藤岛康介的传说系列啊 天野喜笑野村哲野的最终幻想啊 等等都是我热衷于日式游戏美术的启蒙 而辅导成绩的女神一文录武 在角色设计方面更是帅到出千 导致一时间内那个大陆手游美术 纷纷都按照P5来制定美术规格 而这次暗日幻想辅导成绩 用那种现代潮流的人设 加上一些接近古典风味的后图 让整个游戏视觉整体都带上了一种 就是那种中世纪的古典味道 却又不失现代感 绝对称得上是一种全新的日式美术视觉享受 单从设计上来看 人物是以中世纪题材为基础 然后往后发展的科技这样来进行设计的 就好比蒸汽朋克嘛 他是以工业革命的那种 蒸汽科技往后面发展 他应该是一种 就是更早以前的科技 往后发展的这种想象 辅导在采访中表示到 和女神一人录系列相比的话 暗日幻想之中会有非常多 很酷的有大人感觉的人 女神一人录系列的反派 可能并不是非常帅的大人形象 所以这次在设计概念的时候 有会设计一些非常帅 非常有魅力的成年人 希望设计虽然是敌人 但也是很帅 这样的人气角色 的确 这次人物更像凯瑟琳那样成熟性感为主 的角色增加了很多 男性人物也有别于P5的各种猥琐大叔 更加成熟帅气 场景概念上有很多比纯宗世纪 建筑更现代一些的城市 拥有类似现代混凝土建筑格局的房子 也可以表达出世界观是从另一种科技成长出来的感觉 有别于过去很流行的完全是蒸汽朋克世界观的设定 或者是更早一些那种纯幻想类的那种设定 大家应该懂的 整体观感上会显得更加现代一些 UI上研习了P5的整体框架 是一种比较有代入感的指令方式 但是各种线框换成了有一些 随机的像手绘一样的断断续续的线条 这种古典中才有一点现代感的设计 真是让人拍案叫绝 更加有趣的是 像现在的3DRPG都是用3D动画放在人物界面介绍 而暗夜幻想则用的是一种类似定格动画的手法 动态原画来表现 对于爱好日式画风的美术的人来说 光是这些就已经没有什么抵抗力 但是图形方面还是比较老土的日式3D 材质啊 分辨率啊 模型的质量只能说 在日式风格里面算是中规中矩 不算太出色 不小心一看还以为在玩PS3游戏的感觉 吐槽一下 实际上因为本身JRPG的体量就是很大的 系统各方面也很复杂 所以对我来说 粗糙一点的画面是合理的 现在精致的屎实在是太多了 游玩的开心才最重要 更何况是JRPG 游戏好不好玩 还是得看游戏的玩法 JRPG还会牵扯到故事啊 角色培养的方法 这些都是决定一款JRPG是否好玩的因素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 JRPG都无法找到这些元素的创新点 包括最终幻想在内 都难以突破JRPG创新的难点 制作人乔野贵在P5就很好了解决这些问题 P5天下第一可不是一句调侃 最近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代表了最优秀的JRPG 这次也希望他们能连续创新给玩家带来一款高素质的JRPG 暗喻幻想主题是网选题材的政治幻想 一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了V0 话说第三季马上也要开播了 又可以看到斯巴鲁被虐了 所以这次的暗喻幻想也延续了P5的时间限制系统 在有限的时间内达到某一个目标 看来多周末的游玩肯定是跑不掉的 而网选过程中的旅行成为了这次游戏冒险的主题 会牵扯到一些天气 所以综合起来看会影响到游戏的流程和任务完成 不如不说如果很好的联动起来 确实会是一个很有代入感的作品 游戏这次的长层系统叫做阿基泰的一种职业系统 是乔野贵基于荣格心理学的一种人格分类 从目前的演示来看 阿基泰的转换跟技能释放和属性有很大关系 由于我并不是那种有四玩之隔的主播 所以具体从目前演示来看也没有办法进行深入的探导 战斗系统方面 在女神一轮路系列里是指令战斗 所有操作都是用指令制会有一些不方便 所以这次设计了可以在场景中通过动作攻击直接击败的这个系统 使得游戏节奏变得更加流畅 通过这种方式来提高游戏的爽感 在实际的演示中也可以发现 如果先发自敌可以省去不少刷怪的时间 这对JRPG这种类型来说还是一个不错的设计 很多时候刷等级和刷物品金钱 这都是JRPG少不了的环节 如何使这类无聊的行为更加有趣 或者引导玩家乐于进行这样的重复工作 是这个时代的JRPG游戏设计师的一个重大课题 总的来说 阿玉幻想在各个方面目前呈现的来看 肯定是一款优秀的JRPG 但是图形技术的落后 肯定也会对JRPG不感冒的人很难眼前一亮 而喜欢日式美术的人就比如说像我 光是看到游戏原话就有很大的游玩冲动了 值得让人担心的是 在目前的实际演示中 我发现游戏还是有很多过多的独盘时刻 并且并不是那么流畅 有时候还有些许卡顿 如果在正式版中还继续有这样的卡顿感 势必就会造成玩家的反感 因为从游玩上来说 本身就已经很多切换割裂了游戏 在切换过程中还有卡顿 打断这原本就不多的流畅性 那体验感肯定是会大打折扣的 好了 这次就是我的暗于幻想 Refense Tensia的前瞻 欢迎评论区里互动 注意礼貌交流哦 Peac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